如果以你我二人恐怕有些畏族 你觉得我会只叫上你吗 战地扫了一眼行天 再偏了一眼远处依旧一动不动 对于二人视若不见的本尊 心中思绪连篇 以行天之能 说出这等委屈的话 也算是不易 风云无尽 到底什么来历 莫非他是什么人 夺舍重生不成 以一个非生者的标准 他进步的太快太快了 感应了一下战坟 战地明显感觉到 自己已丧失了一半对战坟的控制 这种情况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怪不得我了 在仪式结束之前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泰国 战地心中暗自下了一个决心 哗啦 一声异响传入耳中 战地心中微领 抬起头来 看向声援 在战坟的另一侧 约摆上距离 一个空间黑洞 出现在虚空之中 一圈圈黑色的波纹 向四周荡漾开来 那黑洞中心 一个庞大的阴影 正缓缓地生了起来 与此同时 本尊似乎心有所查 突然抬起头来 漆黑的空间中 那一双银白的双眸 看得众人 心中是寒气之貌 空间悬傲莫测 在宇宙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点 这些点制约着 某种形式的空间沟通 若想从一个空间 跳到另一个空间去 必须经过这些点 而本尊无意之中 便停留在这样 一个特殊的点上 正是这个点 引来了黑暗中 一些眼睛的注视 这经过许久观察之后 实在无法看出 本尊没有一点 挪动的意愿后 这些势力不得不出手了 躯空之中 魔祖 战地脸色有些难看的盯着 那从黑洞中 缓缓浮起的庞然魔影 即便以他的修为 也难以看穿 那庞大魔影体外 浓浓的魔器 唯一能看穿的 只有一层层 片状 重叠的阴影 以及 三个头颅 这等特征 已然清晰表明 形天请来的 第三方助理的身份 形天 你居然 连魔族都请来了 战地 战地与其中的责问之意 飙露无遗 魔族 与人族 从来都不是什么 通常情况下的好邻居 从对方那气息判断 战地可以肯定 这名前来助阵的高手 在魔族之中 乃是有很高地位的顶级魔族 别这么看我 被战地 锐利的眼光 看得有些不舒服 别过脸去 看着战坟之中的本尊说 本座 只是利用这些魔族罢了 战地撇头看了 那庞大的魔影 那片魔物之中的人形片状 重叠着阴影 开始慢慢地向内坍塌 收缩 一道锋利的裂痕 从上至下 将那庞大的魔影 其中抛开 魔影之中 一个身着华服 面容和善的少年 缓缓地从中走出 看到战地看过来的目光 脸上露出了一个 无所谓的笑容 看来 你们天魔族 为了救出他 已经无所不用了 战地迅速地收回目光 利用 哼哼 希望 真能如你们设想的那般 这个 你放心 其中 我自有分寸 本座 还掌握得清楚 行天开口道 声音不高 也不低 似乎并不怕那名魔族听道 无力可图 魔族 凭什么帮你 战地心道 不过 目光略过 行天自信的面孔 倒嘴的话 又吞了回去 这时的行天 是不可能听进任何声音的 战地 远处 那名化为人形的少年 高位魔族 缓缓地走了过来 远远地对战地说道 目光中 带着一丝奇特的神采 求养大名 战地的瞳孔猛然收缩 一丝杀鸡 从眼中暴食而出 随后想到什么 很快脸去 大秀一服 冷冷道 魔姐 能久仰本座之名气 从来都不是什么 无名之辈 少年的笑容 很快地脸去 目中 一丝杀鸡 稍重即逝 战地看似 并未注意他 实则 注意力 早已集中在他的身上 这丝杀鸡 很快被他捕捉到 好了战地 不要忘了 本座 邀你来的目的 行天一看 戚风有要闹僵的趋势 联盟出来打圆场 同时又转个头 对那极力掩饰身份的魔族道 本座 也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座神皇 既然派你来相助 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吧 是的 那名魔族 恭敬地俯首 一恭身 你们 一个冰冷的 听不出任何生物感情的声音 从一色传来 三人皆是一领 全身真气鼓道 看向那缓缓站起身来的本尊 一个个脸上 就是戒备之色 本尊银白的双眸上 扫过三人 冷冷道 离开 或者 死 说吧 手微微抬起来 三人心中结实一跳 星天默忍吼叫一声 快退 随后 身形暴退了百丈 同一时间 身形暴射的 还有那刚刚出现的 高位魔族少年 然而带他退出百丈 才发现 本尊根本没有发出任何攻击 一道古怪的眼光投了过来 不用看也知道 那是谁的目光 你不知道 这人实在太恐怖了 要不然 我也不会把你叫上来 星天联盟解释道 不过再解释 星天也知道 刺激刚刚的行为 已经在战地面前 把脸皮都丢尽了 老实说 本座也很怕他 另一次 化为人类模样的高位魔族 神情自若道 在叫你来之前 我们已经跟随他 交过很多次手了 看到那些枯骨霉 少年随后 往那黑暗的虚空里一指 战地仔细看去 直到这时才发现 那片战坟周围 无数的碎骨 在黑暗的虚空之中沉浮 若不是有意 很难在这片虚空留意到这些 只是这数个月 我族就丧失了数十名 天魔神级的高手 所以我们还是各自小心吧 再小心也不为过 少年淡然道 说吧 无意地瞥了一眼行天 战地的心中 那缕杀鸡越来越强 此聊心机太重 绝不可留 你行天那种 自以为聪明的莽撞脑子 狠单说 不会被他利用 哦 是的 再小心也不为过 行天有些善人 也有些感激道 突然脸色一变 他手中的是什么 众人为言下意识地向本尊瞧去 却见本尊抬起他手掌摊开 正自顾自地端详着 手中的一件物事 那是一块很小的石子 啊 以战地的从容 也不禁神色巨变 那声惊呼 将其余两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住战地的身上 怎么了 怎么回事 行天急急道 怎么可能 这么快 战地的心中 急剧起伏 本尊手中那块小石头 战地非常之熟悉 那正是战杯的一部分 那块战杯碎片 在本尊的手上 不断地分解 缩小 与此同时 战地一身战袍下 却散发出颤眼的光芒来 一圈圈 淡淡地波纹 不断地以它为中心 向着四周扩散而去 那强烈的光芒中心 战地的身躯 渐渐变得透明起来 身体的边缘轮廓 在不断地清晰 与模糊之间变换 不好 得阻止它才行 它的进静 太快了 战地猛然爆起 同时大喝一声 动手 战地这一举动 大大出乎行天 与那魔族少年的意料 微微一愣之后 行天身形暴起 那满是道次的手掌 在虚空中一探 一道道连衣泛开后 行天从虚空之中 取出了一瓶 通体漆黑的巨斧 那巨斧 通体人烧着 黑色浓浓的魔艳 魔艳跳动不已 巨斧陷住虚空 一片嗡嗡的 锐鸣之声 不绝于耳 行天大手一挥 从四面八方 那极度黑暗的虚无中 无数 似物似烟的物质 一缕缕 卷动 没入那巨斧之中 巨斧之上的魔艳 骤人暴涨了数十丈之高 一股极度邪恶 极度黑暗 疯狂的气息 从行天的身上暴涨而起 全身天魔甲片 嗡嗡震颤 一声爆喝 行天手中的巨斧 化为一道 粘稠黑色的刀形 破空而出 咔嚓嚓 整片浩瀚的虚空 都震颤不已 那霞城浮影所过之处 空间寸寸破裂 巨斧过后 留下大片破碎的空间缝隙 那片虚无之中 一个个不同的卫面断层 一览即失 卫面之中 一张张面孔 仰手看着这片虚空 写满了震惊 更前方 越接近战坟 战地身躯上的光芒 便越发的璀璨 到离风云无际 不到树涨时 身躯上迸射出的光芒 已经将战地 轰托得如同 一颗降临在这片虚无之中的太阳一般 光芒万丈 向四面八方 扑沉开去 没入 极远极远的黑暗深处 翁 一声刀鸣 刀鸣之中 从那炙烈的光源之中 磅礴的刀器 从上至下 斜斜地伸出 与两侧虚空之中 结成了一柄 巨大半透明的薄薄巨刀 那巨刀 横更于虚空之中 至于掌控 这片宇宙 巨大的刀形 震破虚空 自上方 辖万钧之势 向着那方 小小战坟前的本尊 急斩而出 刀体下方 一片片白色的霜气 扑沉开来 与着黑暗之中 形成了一片面积 广阔的冰霜之地 另一侧 化为人类模样的高位魔族 突然向着蜂拥无际 制出了一根长脊 长脊 嗖的一声 划过柏上的漆黑虚空 一声锐笑之后 长脊之后 拖着浓浓的魔物 那魔物 骤然散开 黑雾之后 一个半透明的巨大穹顶领域 在这片虚无之中 延伸到一个巨大的范围 领域尾部 魔族少年胸上 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股黑气 咆哮着 没入那片领域之中 形成一个巨大的 多鸡脚的阴影 脚踏虚空 烧撑领域之顶 那巨大的穹星领域 急速地扩散 向着那片 散发着蒙蒙光亮的战坟 迸射而出 本尊 微微皱了皱眉头 右手一握 再张开时 手中已空空如也 三大决定高手同时出手 威压之下 整个战坟的地面 都开始出现了细碎的裂痕 本尊缓缓地站直了身躯 一袍鼓动 便那么站立在战坟边缘 注视着来自三方的攻击 随后 绣袍青台 五指轻弱五骨一般 自绣袍伸出来 这一系列动作 本尊做得不急不缓 不急不缓到 强如战地 行天直流 都感觉到怪异无比 怎么回事 那种怪异的感觉 令行天的心里 不敢相信 行天相信 在那古怪的家伙 做出一系列运作的时间里 自己完全可以把巨符 劈到他的身上 然后再把它大卸拔块 不止行天 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 怎么回事 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 领域还没有扩展出 一丈的距离 领域中的高位魔族目中 一片古怪地 看着一脸默认的本尊 心中直发谋 已经对围攻这么多次了 他到底还有多少能力 没有露出来呀 一道拙劣的气浪 随着本尊抬起的双手 从他体内迸失而出 那刺目的气浪 翻滚而出的同时 三人感觉中 整个寂静无声的虚空 疯狂地震动了一下 时间流失的感觉 才恢复于心头 同一时刻 三人的心头矩震 感觉心中 那似牢牢锁定 于本尊身上的神石磨念 突然之间 被一股怪异的力量 振脱开来 完全失去了 对本尊的锁定 三道足以令天地变色的神石 再次扩展而出 看向本尊所立的 那一片虚空 然而三人的瞳孔之上 空空如也 漆黑的瞳孔上 除了那片空荡荡 无一人的战坟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人影 不好 一丝不妙的感觉 同时从三人的心里涌出 战地化身巨刀 横更这片虚无之中 在他身前 本尊的身形 犹如幽灵一般 出现在战地的虚空之上 左膜瞳孔之中 那个诡异的战坟影像 看得战地是心中一脸 嘣 虚空 刀鸣之声连绵不绝 双眼望入虚空的深处 脸上一片茫然的本尊身后 一根根令人眼花缭乱的阴影 按照某种规则 于虚空之中纠结 眨眼之间 形成了一座 黑色的半透明的战杯 战杯成型的那刻 本尊右手一展 探入虚空之中 一柄与刀地化身 一般无二的长刀 横空出世 在本尊的一脸默人 食指微弹 那巨大的黑色长刀 便辖万钧之势 横扫而出 重重地撞向了 战地所画的巨大刀形 在那道狭长的裂痕 出现在行天 劈出一幅逐进的路上 裂缝上下拉开 长发飞舞的本尊 从中踏出 在行天目瞪口呆的眼光中 一指向那巨大的抚痕按去 从他拇指指尖 一圈淡淡的波纹扩展开来 波纹过处 空间弥合 黑烟散去 于那浓浓的磨焰之中 行天巨斧 那正亮的斧刃 破开了重重雾浪 出现在本尊身前 本尊右手二指闪电伸出 轻轻一夹 便夹住了行天 那直欲 斩断虚空的一幅 巨幅 有如被定住一般 一动不动 单一股毁灭性的气劲 顺着本尊的手臂 向本尊的心中轰去 但当那股毁灭气劲 传递至双肩之时 一条无形的规则 作用之下 静止 没入本尊身后的虚空之中 撑 二指一前 晴天只觉得手中一清 还未反应过来 一道锐风拂面 那柄熟悉的巨幅 已然脱手而出 旋转着 急斩向另一侧 哄的一声 重重地砸在领域之上 在那淡淡 弱水花般透明的领域上 激起了一片涟漪后 沉入其中 消失不见 眼前人影一闪 行天古怪地 看着自己一动不动 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任由本尊一掌 重重地印在胸口上 尽管大脑的意识 告诉自己 应该闪避 但行天的身体 却没有做出 任何规避动作 哄 石破天惊 无尽的灼热剑气 轰在行天胸口上 向无尽的虚空深处 急射而出 一缕缕灼热的剑气 在虚空中 拉出了万丈 迅彩的光芒 一阵阵 咔嚓嚓的声音传来 行天听到 胸口的甲片 碎裂的声音 一阵大力 行天被那狂暴的力量 直接轰向了 虚空深处 啊 惨叫声 由高到低 拖沓着 消失在浩瀚的虚空深处 消失不见 时间定格于此 一切 静寂不动 战地深情 本尊一动不动 眼神茫然 而在行天原本力处 另一个本尊 右手保持着轰出之姿 身躯一动不动 脸上一片霸道之色 更远处 又一名本尊 若幽灵般 出现在虚空之中 三名本尊 动作各不相同 却同时出现在 三大绝顶高手身前 表情各不一致 虚空震颤 魔族高手撑开的领域前 一脸目染的本尊 食指轻轻地点在 领域的轮廓上 暗落之处 惊起了漫天涟漪 整个领域波动不休 一丝难以形容的 古怪感觉涌上心来 恍惚之间 那位高位魔族 只觉得有位神灵 在操控自己的领域 一道超出的感觉的规则 在这领域之内 延伸开来 并引起了整个领域 规则的体系变化 脑海里还未反应过来 便发现 领域的基点 赫然被人移动了 怎么可能 领域之中庞大的魔影 全身巨震 内心如炸开了万道劫雷 不远处 战地一脸震惊 在他双眸之上 倒映着截然不同的影像 左侧 是一柄急着而来的 巨大黑色刀体 而右眸 赫然正是那位高位魔族 在虚空中展开的巨大领域 在领域的最前蹲 一杆长急 在领域深处浮现 长急的前方 正是 另一个本尊 这边的领域